各位同學我們來看一下這題目 他說小丸只要請七位同學到他家古園採柚子 每人所採的數目都不相同 八人總計採了266例柚子 試問採的最少的三位同學 他們的總數最多是多少例 好很多同學看了以後 當場昏倒了 蛤 這怎麼算呢 用湊數字的 哇 怎麼湊欸 欸 老師告訴各位同學不用急 我們慢慢來想 首先 八人因為採的數字要不一樣 假設他接的很緊密 就分別設他是A A加1 A加2 一直到A加7 好 我們把它加起來 要怎麼樣 小於等於266嘛 好啦 這時候呢 請各位同學看一下 8A加上1 2分之1加7乘以7 小於等於266 於是8A加28 小於等於266 8A就小於等於266減28 那就會等於238 好 A加上小於等於8分之238 也是29又8分之6 約成最簡分數29又4分之3 在這裡老師就順便解釋一下 為什麼用小於等於啦 各位同學 我們的柚子是什麼 整數的耶 不可以29又4分之3顆怎麼樣 拿刀子偷偷挖了一部分自己先吃了 然後剩下還給老闆喔 不要這樣好不好 要衛生一點嘛對不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A 那我們算到這裡以後 接下來怎麼辦呢 好啦 我們得到這部分的時候 我們就考慮 A就用29又4分之3帶進去 那就分別是29又4分之3 29又4分之3加1 29又4分之3加2 好 通通把他加進來後得到29又4分之3 30又4分之3 依此類推到最後是36又4分之3 最大的這4個 要不然這樣好了 前面4個人都借他們4分之1 於是可以合成34 35 36 37 好啦 都被借4分之1以後剩下4分之2 不是1 2分之1就0.5嗎 所以前面4個就分別是29.5 30.5 31.5跟32.5 好啦 中間這兩個再跟前面借0.5 所以31.5 32.5就要分別變成什麼 32跟33 好 前面被借走0.5的就只好變成29跟30 好啦 大小事序我們排出來啦 那我們看看最小的三位同學29 30 32 我們就求出來 於是29加30加32 答案等於91 這樣各位同學清楚了嗎